8月24日,美国总统拜登宣布减免学生贷款的新措施,其中包括向借款人免除1万美元的联邦学生贷款债务,以及取消联邦佩尔助学金每个借款人高达2万美元的学生债务。 据悉,这些措施是美国历史上每名借款人可以获得的最大规模的学生贷款减免。 拜登在推特上分享说,年收入低于12.5万美元的美国人或是年收入不超过25万美元的共同纳税的已婚夫妇可享有减免资格。 美国政府还计划将付款截止日期延长至少4个月,符合条件的借款人必须在10月31日之前申请将其贷款合并为直接合并贷款,并获得参与公共服务贷款减免计划的资格。 据统计,大约有4300万联邦学生贷款借款人将有资格获得一定程度的减免,其中2000万人的债务可能被完全免除。 德克萨斯州恐龙谷州立公园8月23日说,连日干旱导致公园内的河流干涸,工作人员在河道内发现了大约1.13亿年前的恐龙足迹,其中大部分足迹来自高级龙以及波赛东龙,两者分属瘦角亚木恐龙和西角类恐龙。 成年高级龙身高约4.6米,体重接近7吨,成年波赛东龙的身高约18.3米,体重可达44吨。 恐龙谷州立公园表示,预计即将到来的降雨会再次淹没这些最新发现的恐龙足迹,河底的沉积物也将保护这些足迹免受自然风化和侵蚀。 据彭博社8月23日的报道,美国全国约2000万户家庭拖欠水电费,约占美国家庭总数的六分之一。 据美国国家能源援助协会的说法,这是该数据有记录以来达到的最严重的水平。 自2020年2月以来,加州太平洋瓦电公司的住宅客户拖欠付款的数量跃升了40%以上。 在新泽西州,延迟交费90天以上的客户总数自3月以来增加了30%以上。 拖欠水电费的家庭数量大幅上升的主要原因是电价的飙升。 据悉,7月份消费者支付的平均电价较上年同期同比飙升15%,是自2006年以来该数据所记录的最大年涨幅。 8月24日,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发布了一段音频片段,声音是根据两亿光年外的鹰鲜座黑洞的压力波而合成的。 这段音波来自NASA的钱德拉X射线天文台。 天文学家表示,黑洞中的声音大约在中央C以下57个8度音阶,人耳无法听到。 NASA通过音频技术提升波形频率,从而使人们能够听到黑洞的声音。 在供应减少以及冬季临近的情况下,欧洲基准荷兰天然气期货价格于8月24日占上每兆瓦时300欧元,创造了一个新的记录。 欧洲天然气市场的价格波动主要与其供应商的不确定性有关。 前一天,美国液化天然气出口商自由港宣布,全面重启液化天然气设施时间从10月推迟到11月。 这意味着更多的天然气将滞留在美国,无法出口到欧洲和世界其他地区。 美国天然气供应的减少将给欧洲带来更大压力。 三个月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